好,来,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来 各位,手机,啊,电脑版的LINE 我先教各位怎么样关掉提醒 啊不然,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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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叫 因为你这没那么拨的关系 啊不然咱们说,差四人 你如果每台电脑都有,都有点拨啊,把你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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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啦 你在你们家也是一样 所以等一下呢,你跟着我一起做 左上角告一个,这个,这个叫做什么设定部分 一颗小小的尺盒告别的,变一下 里面有一个叫做设定告别的 设定调砰砰砰,来 其中啊,里面有一个叫做提醒 有没有,这些标签,请你点下去 我在这边等各位,来,各位请你进来 左上角,来,你仔细看一个小小的尺盒 这四个里面有没有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的画面 左上角,你等一下找一下这个小尺盒 好,点下去 设定改定了 好,来,提醒这个标签改定了 好,来,请看,请看 它有三种的提醒方式 提醒方式 通常那内定值都是三个都打勾的 我跟你说 你如果刚灌好,没有动它 它绝对这边通通都是打勾的 建议各位呢,使用音效打勾取消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另外两个我们还是帮它保留 如果有人有最新的讯息 他会在画面下面 会跑一个小画面上来提醒你 这样啦,再来 这样就好了 至于底下呢 这个是规则啦 你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OK,就打勾 不要的话,就把它打勾取消也没关系 这样懂事了 等一下你这边自己看一下 你这边会设定啊 回到你们家就会设定了 来,交给你 来,那我们去介绍一下 这个设定里面有一个基本设定 有没有看到基本设定 来,我们介绍一下 这边按 如果你要换画面 要换那个 你的line的显示的那个小图案 可以按这个相机点下去 就可以换 这样了解了 是第一个 页本呢 看到没有 姓名可以换哦 显示的名称是可以换的哦 在这边啊 把这个名字点下去 它在这里就可以换你的显示的名字 了解 再来个性签名哦 这还没有设定 这要去设定才会有 好 啊 改完记得按打勾 这个你的显示的名字 改完记得按打勾就可以了哦 它就换过来了 好 再来各位有没有ID啊 我的ID是TEN TEN JEN 有没有人知不知道 有没有人不知道ID是什么意思 ID就是说呢 比如说你的朋友在台北 同学 你的朋友在台北 他的line 怎么样把你交为好友 对 对 你的老师少我的条码 想到是这样 你就坐高条 你少你的条码 很狡猾 你坐高条去 高条站 你少条码 你少条码 你少条码都花三千块 对不对 马上把它封锁 花三千块 少我的条码 哦 所以 在台北的朋友 怎么样把你交为好友 就是用ID 哦 所以呢 你若是有别的线论 人家没有办法少你的条码的同学 那你就跟他讲你的ID是多少 比如说我的ID是Tangent 那对方怎么样找到你 或是对方 如果对方给你他的IG 他的ID啦 请问你怎么样把他找到他 哦 来我做一次 请各位注意看 比如说呢 哦各位呢 这边有没有看到 哎这边 哦 来这位 第三个是加为好友 我说过 第三个 是不是要把陌生人加进来的 对哦 你点第三个 点一下第三个 正面刚好 快点ID搜寻 看到没有 在这里啦 所以你的朋友 如果是在台北 如果跟你说 他的ID是多少 你就在这里 打上他的ID去搜就对了 打进去之后 按个enter 我去搜 那了解了 嘿 万一楼搜到 如果找到了 就按加入 就找到了 这样了解的 嘿 所以各位呢 你都可以尝试看看 比如说来 有没有看到 基本设定 ID 事实上呢 注意 同学 注意 每个人都有ID吗 有 有 你的手机里面 没有去设定 你就没有ID 你懂吗 你的ID是必须你进到你的手机的内里面 去设ID 它才会成立的 它不是你的身份认字号 你手机是不是有三分认字号 你没有三分认字号 我刷进去 你是买买买的 你贵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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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ID不是你去申请LINE就会有的 不是不是 你要自己去设定 知道吗 你哪里设定是不会成立的 所以 有可能你等一下进来看 这边是空的 这边是空的 它写尚未设定 你都不要怀疑 只是你的LINE的手机 你没有去设定ID而已 这样懂意思了 所以不用紧张 这边呢我就跟你讲一下 什么是ID 再来登录 要不要自动登录 什么叫自动登录 电脑一打开就怎么样 电脑一打开 自动把LINE打开的意思 看看 最后醒来 你们家的电脑 如果不是你这样 如果不是你这样 是你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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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打开 你这样的LINE 有没有 里面有一个小宝贝 哦 这下的宝贝的得 要不要 要不要自动登录 你注意一下 这边啊 啊 于Windows开机时自动启动 这边啊 这两个如果都打过的话呢 那就代表 你的电脑交易打开 LINE就已经打开出来 在等你 就可以开始聊天了 这样了解 再来画面尺寸啊 语言设定 这基本上都不用管他 不用管他 提醒 刚刚已经讲过了 再来聊天啊 语音通话 这个也不用管他 基本上这个用他内部的设定就可以了 再来呢 好友管理 是这样的 各位你看 封锁名单告改了 嗯 这边列出来的就是被我封锁的 啊怎么封锁呢 等一下我会教你 哦 基本上我这次没有贴入 如果是人家的公司 公司都会免费送你那个贴图对不对 再按加入 加入就会贴图对不对 贴图一贴完 一下子马上把它封锁 那这次没有贴入的来 各位不是又是这样子吗 你如果没有封锁 我帮你够 广告接入啊 听懂吗 哦 所以呢 你们应该都跟我一样我一天留下来 所以大家看都一样 哦 所以呢 这边基本上都是封锁起来的 哦 他只是让你知道 你呢 封锁 啊如果要把它解封锁很简单 把鼠移进去 我直接解除封锁告白了 哦 你这样 诶注意哦 你不要删除哦 有时候一删贴底会不见哦 听懂吗 你最好要注意一下 哦 好 动态消息 这边哦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去过动态消息吗 这些朋友都会看到我的动态讯息 这样了解的哈 是这些人他们会看到我的动态讯息 哦 那么呢 那再来影视施令 哦 这个动态啊 万不一 你如果没效 没有人看到你的聊天内容 继续 删除什么 对删除所有聊天机会 忽畏定来 诶 这按钮不要随便按啊 这一按哦 就不得了 所有的都空了哦 听懂哦 好 那我问你同学 我删除所有聊天就一按 这边全部删掉了 对不对 从此就不会再出现吗 不会啦 对方只要再跟你聊天 就跑上来了 你懂这意思吗 他只是删除这个画面的显示 对方只要在传息期间里聊天 那个东东优 你跟他的对话记录就终终又跑出来了 了解 但是注意 他不会是保持永久哦 他大概保持一个礼拜的聊天 就自动就删掉了哦 所以你要看上个礼拜的有可能 我哥林 他已经自动会删掉 要盖了 所以 人家送给你的图 你如果觉得重要 赶快下载一下 好像超过一个礼拜 两礼拜就删掉了 这样装就装得到 听懂了哦 因为人家给你的图 其实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子 他真正的本尊 是在内的总公司的资料户里面 你没有把它下载下来 存到你的手机 或存到你的电脑 两三个礼拜以后 他总公司的资料户会清掉 那些图就找不到哦 你要注意 叶来公佛啊 你看看啊 最厉害注意 好 来 所以呢 这个地方啊 你如果想要删掉聊天记录 就按这个 同学 这个按这个 所有的聊天记录都不见哦 老师 我如果只要删其中一个人 那你就不要从这边来 等一下我们会教你 怎样去删某一个人的聊天记录 这个对某车来讲很重要 对不对 好 我们按叉叉 就可以 按叉叉这个 他没有什么确定不确定 按叉叉就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先从封锁朋友开始 如果你要把某人 某家公司我们有个人封锁的 你要我教你怎么封锁啊 好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五分钟 回来我们开始讲 这个LINE其实很好用啦 各位可以充分的使用它 找不到啊 你要先设定ID 设定好 他通过了 对不对 建立了以后 那你的总公司 就会有你的ID的资料了 那你的 你的朋友找 就可以找到这个ID了 那个不见得是利用ID哦 透过电话是透过电话 不是透过ID哦 懂我意思吗 听懂吗 你可以把你加为好友的方式 不是只有ID可以加为好友 很多有一些方式都可以把你加为好友的 听懂哦 像很多人是从电话 你的电脑 你的手机里面不是有电话簿吗 他会从电话簿里面搜寻 把你加为好友哦 你要注意哦 听懂吗 因为你的手机里面的电话 事实上是流通很广的哦 听懂哦 所以你的手机事实上是一个发射器 ạt helt会发射器 好 0 嗯 嗯 嗯 我 那是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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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